歡迎收看今集《屁股搞哪科》 你看小新今天很乖地坐在我的大腿上 經過這十幾集之後, 我發現一件事 人和草蜜真的要建立一個關係 需要放時間下去 你看看分別就知道了 小新和Miley Miley現在拿一個屁股對著我的 今集的嘉賓除了有Miley之外 她還帶了一隻狗狗, 就是Miley 我知道她也有一些不幸的經歷 幸好遇到一個這麼好的主人家 不如我們先介紹一下她吧 介紹我還是她? 先介紹一下你 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Miley 今天帶上電視, 她已經興奮了很久 因為知道她當明星 我跟她說, 上電視就是明星 Miley, 當明星, 知道最重要嗎 首先要認識對鏡頭 看鏡頭 對, 我們要認識對鏡頭 是怎樣途徑去遇到她的 本來我一直都在養一隻紫娃娃 我的小肠也十五歲 然後到近幾年 我沿途其實我不敢跟她眼神接觸 最初 為甚麼 因為你知道那些狗狗 如果牠開始看著你 怕產生感情 對 就認做主人 你既養也要一段時間的暫汰 始終難道你維持 也不想回來吃東西 吃飯 有興趣 然後我覺得牠不喜歡我推銷牠 牠應該是會聽的 因為你保持距離感 不想跟牠那麼接近 是… 一直都覺得… 牠的樣子好像是那些… 為甚麼是… 沒問題的, 不如永久吧 但牠覺得你說得我這麼好 為甚麼你不要我 其實牠那時候也是叫做 剛剛手術完成了 在這些敏感的時期 對於牠的家… 就是牠的家… 是否要特別要把牠的處理傷口 對 很奇怪 牠… 即牠之前遇到報仇 是否牠能夾到 對 所以牠沒有對別人有信心 所以我覺得牠會用錯力 有機會令牠… 就會扭傷 對… 這些東西我現在發現會偶然出現 牠跟薯仔合不合得到 好問題 我的智娃娃拍得住小新很有想法 對, 小新很有想法 當牠透明 起碼不是先攻擊牠 當牠透明力而已 對, 而且牠會傾向保護薯仔 如果有小新來到 牠可能會猴著小新 你不要踩到薯仔 因為薯仔是智娃娃 牠很囂張 不斷扭 但我看攝影機 因為我現在在家裡設置攝影機 出門口 薯仔是罵牠的 走到牠的臉骨旁邊 在那裡吞 很壞 但牠沒有做任何事 沒有做任何事 蛤? 牠出去了, 我現在可以罵你了 牠就是睡覺… 薯仔會碰到頭到這麼近 在那裡吞 太過分了, 薯仔 很囂張, 你在那裡嗎 刺老賣老 牠已經斷正了很多片段 我全部都有… 牠要播出片段嗎?薯仔 你看, 你有些做什麼 我們在節目中 要求薯仔… 薯仔罵人的片段 可以… 入手, 把自己的味道放在床上 但我在這裡的時候, 牠沒有 所以說, 後宮真言鬥禮 這件事, 到這個九屆都會有 Mali很幸運 遇到像麻利那樣好的主人 幫助牠的康復之餘 還有其他狗狗做朋友 今集我們主要說說 有四肢殘疾的毛鞋 我們一起關注一下牠們的生活 以及遇到什麼困難 一起看看片段 好, 在我們身邊多了兩位嘉賓 以及… 吃狗狗 還有一隻隻狗狗 是 Keng Ea Win 不如我們跟Ken哥聊天吧 希希是你一年前救回來的, 是嗎? 是 可以講解一下當時的情況嗎? 當時是晚上來的 有一輛車應該可以載到牠 牠在山上的流浪狗 當時牠只有兩個月大 我們有餵牠的 牠的媽媽和另外五個兄弟姐妹 在山上 即是見過了 牠還跑到? 跑到, 兩夜 跑兩夜就爬下了 接著牠的後腳和前手都沒有血離 我立刻抱了二十四小時診所 立刻照了X綱、搶救、止痛 做了搶救的事, 切掉了 但我也很想知道 為什麼突然會有暴手在山上? 近兩年都多了很多捕獸器 原因是牠們想捕野豬 因為山上有很多野豬 但政府也說很多野豬 所以是人為的 人為, 是的 對於好像剛剛希希的狀況 我知道你們有研究 會不會考慮幫牠做一個 叫做3D打印的2G, 是嗎? 是, 牠是比較得到壞的情況 兩個月前不是這樣 兩個月後又變差了 我們提醒到兩個月後會怎樣呢? 我們會再變差一點 因為牠不會變得好 只有變差 是前手的K形狀況? 後腳就沒有了 後腳就已經頂局了 Tomati 就像Kane所說 Win, 我又想請教一下你 在香港做3D 現在希希是去到什麼進度? 還是你們計劃了 今年會有這個計劃? 我們接下來會幫牠 慢慢做3D打印的腳 但問題是牠現在變得比較快 牠走路的 前手 對, 前手每次都好像有點不同 我們… Mani Mani, 馬上聽到 你現在肉眼看, 你可以看到牠… 其實作為主人 每天看到小生和幾隻貓 喂, 醒了 健健康康, 跑跑跳跳是最開心的 坦白說, 你要… 時間、心機, 全部都是… 一定要提醒大家這個的時候 我就在想, 可不可以多宣揚一點 因為我們經常聽人說 人質素質, 生命質素質 牠沒有質素質, 必須是人 你肯付出, 你肯幫牠 動物就是幸福 我覺得… 剛才我覺得我… 令到我最感動的那件事就是 當我們在想, 會不會讓牠安樂死的時候 其實牠一直在想怎樣生存 是